比较蛮辛苦的 所以你们现在是保持一年一出 还是两年一出的 保持是一年一出 那期望是一年一出或者到两出 那今年可能就会两出 因为三月份有一出 那年底就会有一出 据我知道 基督教的剧团除了天意之外 还有一个亚东剧团 还有一个黑门山上的剧团 那这两出剧团是不是也还在继续演 也还在继续演 只是近年来的作品比较少一点而已 所以可见还是蛮不景气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罗团长 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们的演员都是专业的吗 也有业余的吧 我们演员大概都是专业的 但是有我们 正常这样讲的 我们有全职的演员 一年可能会演个两百多三百场 然后我们也有case project by project 业余的 不是业余 比如说这一次 part time的 对我们是case by case的 就像人间条件是 黄韵玲和美秀 他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长期合作的朋友 但是我们没有 有情赞助 对对对对 算有情赞助 所以他们是project 就是一个戏一个戏 有戏我们就合在一起 没有戏还是有各自的领域 这样 不过你们要维持一个剧团 开销不小吧 有多少人工 40多个全职的 天哪 每天开门就是钱 对 我们跟其实 我们也是有人才的问题 就是我们包括行政在内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非常有历练 然后非常有经验的行政 所以我们包括行政人员在内 我们都希望能够留下一些人才 所以他们在操作上面 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不会浪费很多时间 所以我们有40多个人 不过有一个 我想是对你们来讲是优势 因为每一年的大学戏剧系 培养的很多的学生 都可以投入舞台剧的市场 事实上你们不缺人对不对 人其实都 要找人不难吧 对要找人真的不难 像包括国光 包括华裔 包括北裔大 台裔大 文化世新 其实都有很多的 优秀的年轻人才 所以我们其实是不缺人 但是怎么样要把人留住 其实跟天一是有 也有同样的一个隐忧 就是你怎么样把人留下来 然后不断的历练 变成一个艺术创作人才 好 哲伟我来考一考你 你毕业对不对 你当完兵对不对 你最新戏剧对不对 你能不能像我们的罗导演 讲的这样 好好的投入戏剧 这个能够无怨无悔 不要在那边 好像一时热潮 然后过一会儿就觉得 哇好辛苦哦 不要做了 你要不要讲一讲你的决心 或者是你的同学们 到底有没有真的热心戏剧 虽然戏剧系毕业 我们我的同学啊 大部分在剧场界还是有 但是就是说 因为刚毕业 自己要谋生嘛 所以变成说 会比较考虑到现实面的东西 那现实面这个就 这个就是大问题啦 因为你必须要有 要有得吃嘛 有赚钱 有收入嘛 来逾过去 逾过去谈 薪水高不高先问你 薪水高不高 我觉得还能够活啦 就是 不高就对了啦 对 就是 吃不饱饿不死了 因为我们觉得有一个认识是就是 这些这些就算他们小朋友 进了做行政 做任何单位 他们会长大25岁35岁 他们还要养家活口 他们还要自己结婚 还有自己的家庭 所以我们给的薪水其实基本上是能够让他能够 如果你待得越久你就越能够在 至少在社会上站起来在经济上面 所以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每年的开销 吓死了 非常吓人 好我们再回到折位 刚刚我们提到 其实如果你真的有理想想要从事戏剧 你不能同时说我要赚大钱是不可能的 那本来就不是一个赚大钱的行业 所以呢 你有没有决心说 如果今天将来有机会 你投入戏剧的工作的话 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时间 这个时间是一定要投资下去的 然后过来就是自己本身对于表演 这个东西的热忱度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是让 让你去忘掉那些烦恼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你一直有时候 真的去想 怎么没有钱啊 没有收入啊 那真的会很难在这个圈子里面活下去 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你就是你毕业了或退伍了 你想要从事这个行业 给自己两到三年的时间试试看 也不要到四五十岁的时候才讲说 那时候如果真的投下去有多好 两年三年嘛 投资下去不行 我试过了 我做过了 好不行 我离开 我是建议年轻人这样子 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会比较踏实 好 哲伯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面对两位团长 老人 27年的戏剧工作者 就我会在想像 这个两个前辈啊 那种他们在经营这些剧团嘛 其实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 要怎么样去提 因为台湾并不像国外的一些人民 对对 他们对于艺术文化的接受的这个程度很广 他没有那么多的流量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让这个一直经营的 就是这样可以永续经营下去 对 好 这问题很好 不过我们的广告时间到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呢 我们再来请我们两位团长好好回答 我们的年轻人的问题 我再重复一下 他的问题是说国外有很好的环境 国内没有很好的环境 怎么样永续经营 好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再回到100情报现场 刚刚我们的同学 这个北一大的毕业生 哲伟提出了一个有点难度高的题目 就是说国外有这么好的这个文化社会环境 所在支持舞台剧文化 这个电影各方面的发展 但在台湾好像没有这样的土壤 问一下罗团长你怎么回答 其实全世界的所谓的表演艺术 其实我是觉得从来没有景气过 除了两个地方 比如说 Broadway 纽约 伦敦West End 他们有大量的观光客 当然他们有那种去剧场看戏的习惯 看表演的习惯 但是基本上如果没有大量的观光客 基本上也是不成立的 所以全世界除了政府大力支持 像我知道的法国 我知道的德国 他们那种 那种净乎疯狂的在培植这种东西 其他的世界上面 据我所知的都是很辛苦的 那台湾当然辛苦 我们也不能够说台湾就一定要怎么样 但是我是觉得怎么样去维持下去 其实我刚刚从头节目开始 我就想其实讲一个说 好或不好票法 其实是一个培养 一个感情的本话 就像我们绿光剧团 这个这么多年了 或者是刚刚表房屏风等等 其实是在跟观众本话 就是我每年留两到三出戏 你有习惯来看我们的戏 我们开始有交情 然后有感情 所以你推出的戏 他们会觉得 今天今年我想看他们的戏 我还想继续看下去 所以那个剧团创作者 跟观众的感情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跟伦敦或者是百老汇那种 那个其实又不一样 当然知名度是有关的 比如说宝岛一村有赖老师 还有王伟忠 还有屏风有国修 绿光有那个吴念珍 其实是有关联 但是因为你长期的做 你跟他握手握久了 他填那观众意见调查表 填习惯了 今年如果我没有看绿光表访 屏风裹头的戏 我会觉得不舒服 所以那种感觉就像 你朋友不见 酒不见了 你可以打个电话问一下 怎么样 出来吃个饭吧 喝个酒吧 就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要培养 互相之间的感情 好 不晓得我们的图团长 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觉得除了我们 每一个剧团自己的努力之外 我觉得政府还可以做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就是这样 扩大我们喜欢文化活动的观众 那这个必须要城市政府来做 让这个其实有好处的 如果它能够扩大喜欢文化的观众 让我们文化可以扎根 不只是在覆灭 或者就这一点来讲 我们最近行政院的文创 这个产业的一个小组 已经有一个决定 就是每一年可以有 一万两千块钱的 这个表演活动的这个电影票 或者是展览活动的这个入场券 可以抵税 所以可能在未来 我们政府对于文创产业的培植 可以透过一个税赋的方式来赞助 除了这个以外 我听说文建会是不是有一个 这个戏剧艺术小组 有在赞助 你要不要讲一下 其实每一年都有 其实每一年都有赞助 然后只是 当然是不够了 但今年就是 有越来越多不是吗 对 变成一倍 就是大多数申请的剧团 绝大多数申请的剧团 都是拿去年前年的一倍 所以它其实对于剧团是有非常 就是松了一口气说 至少我的行政管销上面 是少了很多负担 那我可以去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像这个消费券 像那个表演 表演这个可以扣税这个东西 其实花政府并不会太多的钱 但是它提供了一个说 看表演艺术可以减税 这个观念是可以 鼓励的 就像刚刚图丹长讲的 你文化扎根 你可以做很多 其实不用花很多钱的事情 你一个提倡一个什么东西 一个小的政策 就是说 哇